新北市卯澳海域传出发现了13颗未爆弹 昨天有一名潜水客通报 卯澳海域出现了一次未爆弹的物品 今天海巡还有军方不敢大意 就立刻下海勘察 确认的确有13颗未爆弹留在海中 需工所也紧急的划出了警戒区域 禁止渔船还有潜水客进入 不过当地骑老表示 很可能是这具时代 载运炮弹的日本船只被美军给炸成 才会留下这批未爆弹 潜水人员潜下水却在海中发现未爆弹 诞生已经明显生锈 不过仔细一看不止一颗 画面上已经出现一二两颗未爆弹 换个角度看又发现三四五六颗未爆弹 总计在新北茅澳海域发现13颗未爆弹 发现到有13颗未爆弹 还有没有不知道 那还有一些螺旋桨 之前看到只有一颗而已 我们现在发现13颗 有点吓一跳 二十二下午海巡署获爆 茅澳海域有潜水客发现疑似未爆弹的物品 海巡以及军方人员到场 在距离岸边100公尺 水深大约10到13公尺深的地方 发现未爆弹 而且疑似式飞机用的炸弹 一共有13颗 当地的企业有说 日本时代最近有这些目准 在炸弹的日本准去美国 在这个我们的店家后面去炸店 疑似炮弹船被集成炸弹才遗留下来 不过目前还无法判断未爆弹的型号 因此还没打捞上岸 至于未爆弹该如何处理 也得进一步研究 公所也成立应变指挥所 并且划设警戒区域 发现了未爆弹之后 为了维护民众安全的部分 我们都有做一个相关的警示 还有一个警戒线一个标示 暑假期间 茅澳海域成为潜水热点 如今发现未爆弹 相关单位禁止民众前往确保安全 不过一口气发现13颗未爆弹 也让民众嘖嘖称奇 借猜这行就冒倒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